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为求连任 无所不用其极 这一回直接把头磕到美国人家门口 大约因为过境美国的机会太宝贵 此人不论到大学活动 还是与某些美方人士勾连 都不遗余力地把恶意攻击大陆 大肆鼓吹台独的特长 发挥到淋漓尽致 她所求的是一党一己之私 弃之不顾的却是 台湾民众的安危和福祉 蔡英文当局已为邪阳自重 干当外部势力的棋子 不斥错判形势 背离民心 必将自食恶果 每逢选举便操弄统独议题 是民进党的恶习 蔡英文当局上台三年多来 施政毫无建树 民望一路走低 已至去年九合一 选举民进党遭遇惨败 令其政权存续面临极大压力 2020年台地区领导人选举将近 未拼竞选连任 蔡英文孤注一掷 加快靠拢台独势力 企图以加剧两岸对立招纳支持者 适逢美国出于自身利益 近来贫打台湾牌 妄图以台制华 蔡英文更是兴奋异常 仿佛抓到救命稻草 从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后 迅速跳出来禁止岛内企业采购 大陆相关产品 到主动将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 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 从上台以来先后四次共耗费于40亿美元 向美国买武器 交保护费 到对美国炮制有台法案洗刑余色 感激涕零 以美谋独 对抗大陆的嘴脸暴露无遗 此次过境美国 蔡英文使出浑身解数大稿 台独苦肉计 将大陆造福台湾同胞的善意和诚意统统屏蔽 对大陆持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 为台湾民众带来 实实在在的好处绝口不提 用充斥谎言恶语的台独脚本 不断污蔑攻击大陆 大肆鼓吹两国论 还利用国际场合制造事端大放厥词 然而 依据台湾现在比以往更加迫切 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 还是暴露了其心中惶恐 几十年来 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 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无论过去的李登辉陈水扁 还是今日支菜英文 妄图借外部势力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从中谋取政治利益 都绝无可能得逞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美国之所以愿意给蔡英文甜豆肠 一来为了把台湾当提款机 不断收取巨额保护费 二来为了让台湾干做中美博弈的马前卒 使唤起来更加顺手 美国所谓挺台 从来不是要支持台湾独立 所谓有台也从未曾真正视台湾为盟友 而是把台湾当作筹码 以台制华才是根本目的 蔡英文当局一厢情愿地卖力迎合美方 拿台湾民生扶持当自己 拼选举的赌注 用台湾百姓的血汗钱 给自己交保护费 如何看待民进党的谋算和操弄 如何选择台湾的前途和命运 相信台湾人民自有定论 台海和平稳定事关两岸同胞安危扶持 事关中国核心利益 事关包括台湾同胞在内 全体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任何势力都不要低估 中国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决心和能力 蔡英文当局意图在国际上制造 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台湾独立的谋算绝不会得逞 任何斜阳自重破坏两岸关系的行径 都将自食恶果 我们也要奉劝美方 不要在涉台问题上玩火 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而应当信守承诺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和平稳定 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